主目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吴怡婷 我们常说有水当思 无水之苦 水资源的再利用 还有防洪排水建设等等 在这个极端气候的环境里头 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举个例子 台中柳川在整治完成之后 其实一度有很多人在质疑 这一条覆盖了大量水泥的河川 真的能够有效排红吗 结果在6月份的时候 有一场考验来了 这个梅雨的豪大雨 我们的柳川顺利的挺过了 这让我们觉得 真的是要相信这个专业 那如现在的台中 在这个水资源再利用 还有防洪排水建设上面 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有什么样相关的计划 今天节目中就来告诉大家 很高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长韩乃斌 韩副局长来节目中跟大家聊聊 副局长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副局长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今年6月的时候 这个梅雨封面两波 真的是这个强降雨让大家都吓到了 我觉得说这根本不是梅雨季啊 这是台风季吧 差不多到台风等级了 对啊 这个强降雨的降雨量真的是吓人 但是过去在台中可能 大家印象中的淹水点 其实在这一次都没有传出 重大的淹水灾情 让大家蛮惊讶的 那是不是这意味着 我们的一个防汛的策略 还有我们的水利成果 已经展现成效了呢 是其实台中市政府非常重视防汛 在今年汛期到之前 汛期就是每年的5月开始嘛 那4月之前我们就大量的 就现有的排水道 包含区域排水 河川 中小排水 还有侧沟 来进行清疏 整个清疏了大概将近500公里 那整个清疏的那个垃圾量 大概有将近有300吨 那这个定期清疏 最重要就是保持既有的水道畅通 不会说做好的水道 因为那个没有清疏造成淤积 结果临时就发挥不了这个排水的功能 对 这样子 那另外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把很多的工程 能够及时在汛期之前完工 比如说我这边举几个工程 一个就是光西农营区 它的置农池工程 它这一条是光西农排水 原来下游这一区有很多工厂 也有很多住家 这里淹水淹得非常严重 于是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军方的营区 在这里做了一个分红道 在做分红道的同时 也做了一个置农池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大幅的降低底下淹水的清新 那它在今年迅期前完工 那在这一次六月份没雨的时候 就发挥了非常大的排红功能 整个下游一点都感觉不到 以往淹水的清新 这个是光西农的置农池 那另外置农池的部分 事实上台中市现在有 大概有36处的置农池 例如像晋云大学的周遭 原来晋云大学 它这个台湾大道 台湾大道是这一条 它台湾大道常常会淹水 为什么呢 因为大渡山 它的水由冬往西流下去 到了台湾大道 一形成一个阻隔 马上就台湾大道变成河一样 那为了解决大渡山上 这个水流流下来的问题 于是在晋云大学周遭 总共做了大概有四个字农池 包含晋云大学自己里面 它也做了一个大概有3000吨的置农池 整个置农池做起来 再加上台湾大道周遭的排水道的一个拓宽 连到这个竹林南西的上游 这样子整个把晋云大学周遭的这个淹水清新 把它给解决了 是 晋云大学过去也是淹水很严重 对 对啊 所以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没错 那整个台中市的自农池大概有 可以将近有125万吨的储存量 包含有各个重化区啊 水南啊 那个13期啊14期啊 所以说打造台中市成为一个任性的城市 自农池是有非常大的功能的 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做这个雨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它最大的功能 它就是能够把地表的雨水 它就很快速的收集到下水道里面 就像一个雨谷状 它把那个地表浸流透过侧沟 那透过小的排水沟 收集到雨水下水道 直接排到大的河川里面 那美群路 它原来淹水区在上游这个人化路这一带 那经过这个美群路 我们做好的这个下水道 大概有2.4公尺的直径 这个大型的这个算是排水干线 等于像高速公路一样 以前这些水 它因为没有这个大的排水道 它就积在这里 没有办法排除 那现在整个排水道打通之后 居民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刚开始 怕说这个下水道施工的时候 可能造成一些淋房的问题 结果后来都没有发生 那做好之后 整个地区不淹水了 那居民就 就从原来的抗争 变成赞成这个工程 对 其实我觉得很常 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民众 其实都会很担心害怕 就是是不是这个工程师 做下去之后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淹水灾情出来 没错 他们都会担心 对 像过去的太平那边也有 然后大理这边也是 其实大概大灾开始 都会有反弹的声浪出来 对 那事实上做下水道的改善 大概就是在施工的时候 可能有三个月四个月左右可能不变了 我们现在也都是分段的施工 不会说一整区都在施工 分段逐段的往前推进 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的施工上的不变 甚至这个交通黑暗期也会缩短一点 对 交通黑暗期也可以缩短 这个我们现在工程 就是尽量去控制 避免影响到周遭的生意 学生上学 或者是车辆的通行 这个我们现在都有注意到 都考量进去了 真的很贴心 好 那继续还有就是 五泉溪路的部分也做改善了 五泉溪路它这个南藤交流道 它原来这个水因为北车是农业区 农业区它的水它会雨下久了 它就会淹过来 那淹过来淹到慢车道 整个慢车道没有办法排之后 高速公路的车流要下来 也会影响到整个五泉溪路的交通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就是很大型的接水沟 把那个北侧的水 全部都接到阀止溪去 那这样子做好之后 在这一次的六月份的豪雨 也是发挥非常大的功能 那整个五泉溪路就交通很顺畅 上高速公路了 下高速公路了 都可以这个不再受到淹水的影响 是 畅行无阻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这一些 过去各区的容易淹水的淹水点 都改善了 我们的一个排红力提升 那另外呢 就是在河川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柳川的建设 整治之后的柳川 它成功的排红了 真的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对不对 副局长 对 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了 但是因为大家一开始看到 很多的水泥覆盖 会觉得 这好像跟过去他们觉得生态工法 或什么好像有点点不一样 但我觉得可以借这次的机会 请副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的柳川在这个水资源建设 整个整治上面 我们有哪些关键点 在我们的柳川里面 让它的排红能够如此的顺畅呢 好的 这边特别要讲一下柳川 它整治的那个概念 第一个它就是环地于河 那第二个是环河于民 因为都市的排水道 这个是都市台中市的一个 排水道的一个标准断面 大部分情况它这个币是将近垂直的 将近垂直的币 人就没有办法进去 人只能挤在旁边这个小小的人行道上 走来走去 事实上中西区的很多居民 我们在做之前都有去观察 顾问公司也去访谈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 可是中区那里已经是人口密集区了 不太可能有像新的重划区 有那么大的绿带公园开辟 所以说我们有强烈感觉到中区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居民的活动空间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它原来旁边有20公尺的道路 我们也观察到这20公尺的道路 事实上交通状况的流量并不大 所以说就把它拓宽 这20公尺的道路拓宽减少8公尺 也就是说利用这个8公尺 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缓坡 做成一个很大的缓坡之后 那人就可以很容易的透过这个斜坡道 进到里面去 譬如说像旁边现在整治好之后 旁边有那个护理之家 护理之家原来那个一些 就是玛丽亚推着那个 没有办法行动的老年人 那他们只能在旁边 小小人行道走 那现在他等于整个河道里面 他可以进到里面去了 尤其我们还有在里面 每周六每周日都有那个街头艺人的表演 那每次有街头艺人表演 就有看到很多护理之家的那个 就是病人 还有就是那个年纪大的人 到旁边欣赏 我觉得这个是整治柳川 觉得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原来好像形成一个隔阂的空间 透过这个护腕把它打开 这个改善的措施 整个空间他这个41公尺 全部都让人可以进去了 这样子 所以说等于是环河渔民 原来这个河道 它只是一个很大型的排水沟 大家都不敢进去 那这样子打开了之后 那大家都可以进到里面去 等于就是陆域的空间 跟一个水域的空间的隔阂 透过这个大缓坡 完全把它打开了 那同样的这个大缓坡底下 它还有设计香含在排红的部分 它增加非常大的排红量 像这边有那个一些照片 这个是下雨的时候状况 我们做这个清水空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防洪安全 平常人虽然可以下去 那可是它上游有那个水位警报措施 有水位站 它水位只要高到一定 马上这个警报会响 会通知这个就是在这个河道里面的游客 要尽速的离开 在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想 同时我们有保全人员 也会劝导这个在里面的游客 尽速的离开 像旁边都有很多的那个步道 所以说这几次下来 都没有任何的安全的问题 就是游客在平常不下雨的时候 它可以很放心的进到这个河道里面 那下雨的时候我们会有警告措施 尤其它这个护岸能够让游客有这个充足的时间 能够离开 那这个它是整个在那个没有下雨前的这个状况 那下雨之后我们透过这个清疏 事实上有人批评说 这边有一些水泥化 还是说有一些硬的铺面 事实上在一个都市的空间 像我们住的房子也都是水泥房子 那我们踏的马路也都是水泥的人行道 或者是柏油路面 在都市的空间 人高度使用的地方 事实上是需要比较强的一些攻势 还有受水流冲击的地方 也需要一些比较强的攻势 这样子才能够抵抗冲击 那由这几次的大雨验证 这些攻势它能够抵抗得住水流的冲击 那在大雨过后 它也能够很快的透过拿水柱 这样子冲一冲 人这样子扫一扫 很快的就可以让老百姓 能够重新进入这个河道 也就是说365天 以前的状况是没有一天人能够下去 那现在365天大概有300天以上 人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整个这个空间利用的效益 在都市里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这个整个做好之后 就周遭的像第二市场 或者是周遭的商家 他们都在生意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那这个也是在振兴中区上 有发挥非常大的功能 是 好 那除了我们说这个河川 最重要的就是防洪排水之外 再来景观营造这部分 也是非常的重视 还有我们现在小营政府提出了 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台中市政府也有来争取 有没有争取到呢 然后后世有哪些相关的计划呢 请让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